首先呢,是不是先跟聽眾朋友講一下為什麼這次的名字取得這麼特別叫海影忍者 好的,為什麼要把它命名為海影忍者呢 其實呢,我們知道很有名的一個動畫叫做火影忍者 那火影忍者呢,忍者它們都會有很多特別的功夫,特別的本事 那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頭竹類動物啊 它們在生存裡面,它們有很多特別的生存的本事 那我們就把它們當作小忍者一樣的 然後我們跟它們一起學習它們的生存的本事 所以就表示它們在海中是很厲害的 海中非常的厲害,有各種的很特別的忍者求生術 所以我們是要跟大自然學習 好,那我們現在先走進這個特展室 哇,最特別就是這個 哇,好大,好大的一隻章魚啊 這是我們呢,在入口的時候 我們一個很特別的深海章魚,大魔王 那這是我們海影忍者學校的一個導師 我們要透過它才可以進到我們的海影忍者學校 去學習這些相關的一些忍術 所以它等於是忍者界的大師 對,它是一個Master 好,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我們還是可以介紹一下我們這隻大章魚 我們這隻大章魚啊,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充氣油 但它的碗呢,就有八公尺長 那它身體呢,有兩公尺 所以呢,這是一隻十公尺的大章魚 所以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吸睛,非常的吸引人 那,我們很特別的設計呢 這個章魚呢,它有吸盤的構造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擁抱一下這個章魚 可以撫摸一下它,你可以擁抱它 喔,它其實是非常的溫柔,非常柔軟的 它就好像老師一樣,輕的在教導著我們 所以它身體好像真的就是這麼柔軟對不對 對,它的身體就是非常的柔軟的 那它是十公尺,那問題是 深海裡大章魚真的可以長到十公尺 喔,大章魚可能沒有辦法長到這麼大隻 不過呢,在北海道,在溫帶 有些章魚它可以長到大概接近四公尺 哇,那也很大 章開之後接近四公尺,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好,所以這隻大章魚是為了這隻特展 特地是製作的 對,有設計的 哇,真的是非常特別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介紹我們今天這個 頭竹類動物的特展喔 那在進來特展之前喔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個展版上面 有六種的我們生活中常見的頭竹類動物 那這些常見的頭竹類動物呢 各位觀眾們可以想一想 在你生活裡面有哪些的頭竹類動物呢 舉個例來說,你們應該有吃過魷魚吧 你要吃過鎖管,小卷,吃過透粥 那章魚當然也吃過了 那烏賊,花枝,卵絲等等這些頭竹類動物 你們都能夠很清楚的分辨他們誰是誰嗎 當然不能分辨,因為長起來都一樣 都是有頭有腳 是,好的,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機會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到底誰是誰 首先呢,我們應該是很容易的就可以分辨 因為章魚,牠有八隻碗 所以呢,牠身上又是非常的柔軟 所以牠很容易的就跟其他頭竹類動物有所區隔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印象中,身體圓圓胖胖的 欸,那是什麼東西呢 很多人可能知道說牠是烏賊 可是呢,有人說,那不是花枝嗎 那又有人說,牠不就是墨魚嗎 那,我們要告訴各位聽眾朋友 其實呢,烏賊就是花枝,就是墨魚 喔,所以三種都一樣 三個都是一樣的,都是牠 那牠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剛剛有說 牠身體非常的圓胖,圓圓胖胖的 然後呢,牠身體的兩邊的旗呢 其實短短的,而且兩邊並沒有相連 而烏賊啊,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牠身體裡面有一個白色的,白色的內骨骼 所以呢,如果各位聽眾或者媽媽呢 在廚房料理牠的時候呢,你就會發現到 牠身體裡面有白色的硬殼 那這個硬殼呢,是牠用來調節牠的福利所用的 那我們來看看,在我們生活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跟我們的這個 烏賊非常相像的,叫做卵絲 那卵絲呢,牠身體也是有一點點橢圓形的 可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喔 就是牠旁邊的這個游泳的旗啊 非常的寬大、柔軟 而且兩邊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牠在海裡面 開始游泳的時候呢,牠就非常非常的優雅 所以牠是海裡面最優雅的舞者 那卵絲跟烏賊最大的不一樣 除了這個體質比較寬大之外呢 你發現到,卵絲的身體裡面啊 牠有一個薄薄的內骨骼 那牠又薄又透明的 而跟烏賊的白色的硬的厚質狀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牠是比較軟 對,牠是比較軟一點的 那因為牠跟烏賊非常的像 所以呢,牠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擬烏賊 擬就是模擬的擬 模擬烏賊 對,牠不是真的烏賊,牠是很像烏賊的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稱為牠為卵絲 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看 我們平常生活中吃的鎖管又稱為小卷 好,那還有另外一個透抽 各位你們想想看 透抽跟小卷,牠長得像不像呢 嗯,感覺有點像 感覺有點像齁 好的,那事實上喔 鎖管,就是我們有一般說的小卷 牠長大之後啊,就變成中卷了 那中卷再長大一點呢 我們一般稱為大卷 那其實大卷,另外一個名字就是透抽 也就是說鎖管、小卷,牠長大之後呢 就是我們平常所吃的這個透抽了 所以就是常常有一道菜叫三杯中卷 三杯中卷 對,或者說三杯鎖管 三杯套抽 這些就是牠們在不同的時期 那我們會給牠不同的名字 好,所以各位你們可以很清楚的辨識說 這個鎖管、小卷長大之後就是我們的透抽 好,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印象中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魷魚,你們還記得吧 魷魚,那魷魚跟這個鎖管啊 欸,好像長得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呢,如果你們有機會在餐桌上面的話呢 你們可以好好的觀察一下 在鎖管或者是透抽 牠身體上面這個旗啊 是比較屬於菱形的 比較長一點的 那我們來看一看 在魷魚呢 魷魚牠身體上面那兩片的旗啊 其實牠比較短,呈成三角形 好,所以各位的聽眾朋友 你們只要能夠記得 由於牠身上的那個旗是 比較短,呈成三角形的 而鎖管透抽,牠是呈成菱形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把這兩類把它分別開來了 就是看牠最後的旗的樣子 對,看牠旗的樣子 那身體是比較難判變 對,牠身體都呈成圓管狀的 那事實上呢 牠們在棲息的環境也有所差別 鎖管還有這個透抽啊 牠們棲息的環境都是屬於 比較嚴峻海的 那嚴峻海因為水可能是比較左一點的 所以呢我們發現到 牠的眼睛外面都有一層薄薄的膜 那相對於魷魚 魷魚牠屬於比較大洋的 比較深海的 水是比較乾淨的 那牠的眼睛外面呢 就沒有那一層的薄膜了 所以如果我們更仔細的去觀察 牠眼睛外面有沒有這個薄膜 我們就可以清楚分辨 魷魚跟鎖管牠們之間的差別了 那這個是跟牠們的 氣息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所以剛剛總結一下 剛剛講的頭竹類 總共是算五種 對不對 透抽跟小卷其實算是一樣的 其實算是真正一樣的 那事實上 我們平常吃的這個鎖管小卷 牠有包含蠻多的種類的 那牠長大之後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 透抽了 台語就叫套丘 套丘 那各位呢 如果你來到了這個特展的入口 你看到展板上面的這個六小幅 那事實上呢 你看到的是用畫的 可是你一定會想像說 那如果真實的情況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其實在這個展的裡面呢 我們特別設計了虧視孔 所以各位 如果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這個特展廳的話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虧視孔 你可以看到 喔 原來牠真實的面貌是長的什麼樣子的 好 這樣子你會更容易的去區別牠們是誰 就是可以蹲下來透過那個視窗看到真實的圖片 是 可以看到這些真實的真實的樣貌 好 那在我們看到這六大類的這個頭竹類動物啊 其實呢牠們每一隻牠們有不同的個性 是 好 那其實呢我們把牠們化身為忍者 其實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跟著聽眾們 朋友們一起進到了海影忍者學校 就是去學習這些頭竹類動物一些相關有趣的知識 那在我們這個特展裡面齁 其實我們在繼續之前呢 我大概跟各位聽眾朋友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頭竹類的特展 它大概有四個主軸 首先我們要先認識一下頭竹類動物 包含牠們的多樣性到底是如何 那牠們的誕生是如何的誕生 好 那經過長時間的演化之後呢 牠們在形態上面有不一樣的差異 好 所以我們先認識一下這些頭竹類動物 那第二個主軸呢就是忍者求生術 我們就跟著這些小忍者 我們化身為忍者進到了海影忍者學校裡面去 去學習他們很特別的生存術 所以呢我們第二個單元就是忍者求生術 好 那在我們的忍者求生術裡面呢 有很多很特別的互動的展向有趣的展向 那包含呢我們有迅雷琦拿術 好 忍者迅雷琦拿術 還有忍者的輕功滑翔術 忍者的暗黑幻影術 還有忍者的毒殺術 那當然最特別的一個展向就是 牠們的變身術 我們特別設計了一個隱身斗篷 讓大家可以體驗 哈利波特如何讓自己隱身在海裡面 第三個單元呢就是忍者小學堂 那在忍者小學堂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互動的鸚鵡螺號福利實驗 讓大家學習跟這些 投足類動物有關的知識 這些是有趣的 而且我們還有展示一些 很珍貴稀有的實體的標本 可以讓大家好好的觀察 那我們也會設計了一些 相關的DIY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透過DIY學習 學習有關的一些有趣的知識 那最後一個部分啊 就是投足類跟人類的關係 我們利用牠們當作我們的 我們勞捕牠們當作我們食物的來源 然後我們從牠們身上 獲得很多的研究的一個題材 所以呢 牠們跟我們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特展裡面 四個主要的主軸 那現在我們已經介紹了十幾分鐘 那是不是先來問第一個問題 好的 我們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各位聽眾朋友 你是不是能夠舉例 有哪些屬於投足類動物呢 那應該要講幾個 你至少要講三個 三個 剛剛我們講了六個 你至少要能夠講出三個 你就可以得到兩張的入場券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播個音樂 音樂過後呢 我們就來公佈答案 然後聽到答案呢 就趕快再至少寫下三種 在我們的節目粉絲頁 我們就送兩張投足類的特展的票喔 那休息過後 是不是等很久啦 我們現在要來公佈答案囉 來 三種投足類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三種投足類呢 最少三種 最少三種 好 至少你知道什麼是章魚 它又稱為tago 再來你知道 烏賊就是花枝 就是墨魚 另外呢 我們剛好介紹了卵絲 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鎖管或小卷 它長大之後就變成透抽 另外你知道 常常吃的烤魷魚 它就是屬於魷魚類的 所以你到底 舉出了幾種的名稱呢 哇 可是聽到沒有 聽到會有點錯亂 因為名稱很多 對 他們只要舉出三種 三種 我們有六大類 但是舉出三種 對 嗯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留言的 我們就送投足類的票 那第二個 複製貼上的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進到海影論的學校 第一個單元就是要認識 就是投足類動物 那其實投足類動物啊 它其實跟我們常吃的 螺類 貝殼 都是屬於軟體動物們的大家族 好 那投足類動物呢 它們其實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 已經非常的久了 大概有好幾億年的時間了 那它因為長時間的演化之後呢 它有像我們平常看到的 卵絲啊 鎖管啊 還有烏賊 魷魚等等的種類 這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而產生的 那目前呢 全世界大概有700種左右 那從我們這些常見的 這些投足類動物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種類 大家可能過去都不曉得 它是投足類動物 是 就是 鸚鵡螺 哇 它不是活化石嗎 對 它是個活化石 可是當我們聽到鸚鵡螺的時候啊 我們都會以為 欸 這不是螺類嗎 螺類啊 事實上呢 它屬於投足類動物 那為什麼稱為投足類動物啊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會介紹 那我們回過台 講鸚鵡螺 剛剛主持人也介紹說 欸 它不是個活化石嗎 沒錯 這個鸚鵡螺啊 它其實啊 它們在地球上 出現時間已經非常久了 至少好幾億年的時間了 那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啊 它們在外型上面 都沒有做很大的改變 所以你可以在化石裡面看到它 可是你可以在現生種裡面 也可以看到它 所以我們稱為它是活化石 並不是它們可以活好幾億年的時間 而是它們的形態上面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經過幾億年都沒有改變 對 都沒有太大改變 好 所以我們就稱為活化石 那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蠻多的活化石種類 比如說像槍棘魚啊等等的 這些都是屬於活化石的種類 所以就表示它們適應環境適應得很好 不用進化 對 它可能在這個環境 它非常的適應 所以它不需要做太大的改變 它就已經很適應了 所以它就把它的形態就固定下來了 嗯 在我們接下來在認識頭豬類的時候呢 我們既然已經認識了說 我們有這麼多種 這麼多大類的這個頭豬類動物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行一個 第一個很特別的互動的遊戲 叫做忍者便便便 這個忍者便便便的 各位從你們的眼前看到的 會是一個電擊棒 還有很多延伸分支的這個電擊管 那其實呢 我們就是把 把它們設計成一個互動的遊戲 我們藉由這個電擊棒的遊戲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 我們生活中的這些頭豬類動物 就是要走到哪 就是要練習分類 練習分類 了解到它們的重要的特徵 跟它們特殊的習性 所以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啊 各位可以看到 拿起這個電擊棒 拿起這個電擊棒呢 然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電擊棒插到 然後這個起始點的 開始的地方 這個時候 上方的這個螢幕啊 會出了一個題目 是 那我們有六種不同的題目 然後對應不同的 後面的不同的種類 那舉個例來說好了 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題目是 我是火化石 欸 剛剛我們介紹的火化石 但常常被誤認為海螺 好 那各位聽眾朋友 會覺得它是誰呢 鸚鵡螺 鸚鵡螺 所以你可以看看 在我們的分支的末端 鸚鵡螺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拿著你的電擊棒 緩緩的沿著這個電擊管 慢慢的往上或往下走 對這邊就選擇 到分支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到 有硬殼跟沒有外硬殼 它就造成了分支 所以呢我們就要往有硬殼 它就是有個硬殼的外殼 對所以你就 對我們就是要有往硬殼的方向 這條路慢慢的延伸走過去 在走的過程 它會有的窄 有的寬 有的地方會有彎折 那你要很細心的慢慢的走到了終點 到了這個末端的鸚鵡螺這個點 你就成功了 你就成功闖關了 鸚鵡螺就是標準答案 對就是標準答案 你成功闖關了之後呢 我們在每個關卡 都會有一個闖關的印章 我們可以再拿著我們的學習的護照 或者是我們的學習單在上面蓋章 那我們中間總共有六個題目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到底你能不能正確的回答到這個題目 但是真的電極棒會電到嗎 各位 會很擔心說 這個電極棒到底會不會電人呢 各位呢 這個電極棒它的設計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它不會電到人的 但是它會感應到 如果你接觸到旁邊的電極的感應條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了一個訊號 告訴你說 噢噢 你闖關錯誤了 那我們現在要從這邊開始 來 從70開始 好 我們開始說 好 再下面一點點 先讓它感應 再來 我們有45秒的時間 它現在題目是 我的身體裡面藏著硬殼 可以在水中漂浮 他已經說他身體有硬殼 對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欸 我們在我們生活中裡面 有什麼樣的投足類動物 身體裡面有一個硬殼 就是那個白色的那一條 對 白色的硬殼 我們叫船瓢 所以我們要故意走錯 看看它會感應怎麼樣 好 我們如果 你不小心走錯的話呢 好 那我就往下走 往下 噢 你如果走錯了 或者不小心碰到了旁邊的感應條 接觸條你就會 它就告訴你 噢 闖關失敗了 你就必須再來一次了 下一個題目呢 是深海是我的家 金魚最愛吃我了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剛剛介紹的投足類裡面 有誰是七星在大洋 七星在深海 而抹香精最喜歡吃它的 他的眼睛應該是比較亮的 眼睛外面沒有這個磨的 磨磨的 所以應該是魷魚囉 他會在大洋跟深海 跟抹香精 常常會跟抹香精一起打架的 大王魷魚 是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的魷魚在哪裡 所以我們應該注意 所以我們應該注意 啊 不小心又碰到旁邊的感應條了 所以旁邊的感應條 我們會建議呢 各位聽眾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體驗一下 這個電擊棒呢 你們要用雙手比較穩定的 持續的這樣子 用雙手比較穩定 去握著這個電擊棒 才不會碰到旁邊的感應條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去認識一下說 各種不同的這些投注類動物 你看其實 其實是很安全的 對 也不會怎麼樣子 但是棒子就不能碰到 對 它只是感應到電流 微弱的電流 它就把這訊號輸出來了 所以呢 這個遊戲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刺激 又有趣的一個互動的遊戲 那就幫助我們去認識 這些各類的投注類動物 所以加日來應該要排隊喔 對 加日會有很多人 會來這邊排隊的 那我們化身為小忍者之後 其實啊 我們這些投注類動物 牠們從出生開始 就要面臨很多生存的挑戰 那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海影忍者 牠的誕生 各位可以想像 這些投注類動物啊 其實大部分喔 牠們在海裡面生活 牠們的爸爸媽媽 牠們在交配之後 交配之後呢 牠們會產卵 而產的卵啊 大部分都是直接產在 比如說岩石縫裡面 或者說山蜀蟲裡面 然後產完的卵呢 讓牠自然的孵化 但是呢 在所有的 這個投注類動物裡面呢 只有章魚 章魚會特別去照顧這個小baby 是 所以章魚媽媽呢 牠們會在岩石縫 產了這個一窩的小章魚卵 然後呢 慢慢的牠就會 用牠的碗不斷的 去煽動的這些卵 帶進了新鮮乾淨的海水 那如果說有卵力 牠可能生病了 牠就會把它移除掉 那保持其他的 這些小章魚寶寶的健康 那等到過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幾個禮拜 這些小章魚或小烏賊 這些投注類動物的小baby 牠們都孵化之後 像章魚媽媽 當小章魚孵化之後呢 章魚媽媽很快的就死掉了 因為在這幾個禮拜裡面 牠不吃不喝 完全全心全力的守護著 這個小baby 所以呢 等到牠們孵化之後 牠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就說牠們 鞠躬進翠的死亡 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在牠們誕生之前啊 其實呢 我們旁邊也有一些影片 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下說 牠們在誕生之前啊 牠們也有牠們的愛情物語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是有兩隻的章魚 有一隻是公章魚 有隻是母章魚 而熊的章魚啊 跟母的章魚啊 這個時候 牠們在進行 牠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牠們要交配 而熊的章魚呢 牠會靠在母章魚旁邊 用牠的碗 把牠的金甲 就是慢慢送到的 母章魚的套模裡面 這樣子呢 這個套模就留在了 母章魚的身體裡面 之後 母章魚在殘暖的時候呢 就直接受精 是 好 那接下來就是母章魚 去照顧這個受精暖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又把它轉換到了 在海裡面 有很漂亮很優雅的 這個頭竹類動物 這就是卵絲 好 牠在海裡面 優雅的游泳著 其實這個時候啊 牠們其實在球喔 在跳舞 好 那熊的這個卵絲呢 牠一樣會把牠的這個金甲 送到了母的這個卵絲的身體裡面 然後母的卵絲呢 牠就把這個卵產出來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受精卵 然後牠把它產在海藻蟲裡面 或者是珊瑚蟲的肌部 讓這些受精卵慢慢的自然腐化 所以呢 從這邊呢 我們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這些頭竹類動物呢 牠們的誕生 牠們其實有不同的樣子 不同的形態 那有一些的這個清淡 會提供牠們的照顧 那有一些是沒有提供照顧的 嗯 所以六大類都在裡面嗎 都在影片中 對 牠們主要就有幾個大類 再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剛剛說啊 頭竹類動物 對大家來說 為什麼卵絲 烏賊 魷魚 花枝 牠們都要稱為頭竹類動物啊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那我們就特別設計一個展現 就是說我們來認識牠們的真面目 為什麼叫頭竹類動物呢 頭上長腳 頭竹類動物就是 因為牠的腳其實就是長在頭上的 是 好 你可以看到眼睛的這個部分 牠其實就是牠頭的部分 而我們印象中竹魚 一個很膨大柔軟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那不是牠的頭 那是牠的身體 而牠的頭呢 就是眼睛 兩個眼睛之間的這小小的一部分 這是屬於頭部 而我們看到這個腳呢 其實牠就是長在牠的頭部 所以呢 我們過去說的頭竹類動物啊 很多時候我們都把牠們的身體 誤認為是頭部了 所以我們要改變我們對牠們的了解 所以我們在這邊利用這個忍者的真面貌 告訴大家牠們各種不同的部位 有分為頭部 身體 還有腕竹 就是牠的腳的部分 那另外你會發現到 在牠們的腕竹上面 常常有一顆一顆的 這是牠們的吸盤 這個吸盤呢 其實牠們用來捕捉獵物的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看到章魚常常嘴巴旁邊 會有一個管子 然後會不斷的在那邊 會有一些好像會不斷的活動 那事實上很多人可能誤認為 這個管子是牠的嘴巴 事實上牠的嘴巴不在這邊 牠的嘴巴在牠的碗的正中間 所以延伸出來這個管子呢 事實上牠是所謂的漏斗 這漏斗這牠呼吸的構成 呼吸的器官 比如說水啊 從漏斗旁邊的這個囊腔呢 送進去之後呢 經過牠的塞 然後從漏斗噴出來 利用這個方式 牠們可以過濾這個水裡面的氧氣 可以得到這個水裡面的氧氣 所以等於是牠的呼吸系統 對 是牠的呼吸系統的部分 可是真的碰到危險的時候呢 牠們一個瞬間 牠們的身體會收縮 讓水從這個漏斗擠出來 所以牠們就會 快速的收縮的時候呢 幫助牠們脫逃 嗯嗯嗯 那我們介紹了這個 忍者的真面目之後啊 我們可以來接下來來看一看 進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忍者的求生素 在這些投足類動物啊 牠們在生存的方法裡面啊 其實牠們有很多的 很特殊的一些生存方法 首先牠們必須要能夠捕食到獵物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展廳裡面呢 這展相的旁邊有一個螢幕 螢幕裡面呢 有看到有一隻烏賊 這烏賊呢 利用牠的碗 在海底慢慢地 緩慢地爬行 然後呢 牠發現到前方有一隻小魚 然後牠就會生出牠 一對特化的碗 碗族 我們就稱為觸碗 那這個觸碗呢 牠就會慢慢地生出 然後瞬間快速地彈射出去 捕捉獵物再把它收回來 這個呢 就是牠們很特殊的一個捕食的方式 就是跟青蛙的舌頭很像 跟青蛙舌頭很像 就彈出去 變色龍的舌頭彈出去 是一樣的道理 你說牠們如何快速地 把這個觸碗把它彈射出去呢 其實呢 這是借重了一個很特別的原理 叫做水利骨骼 也就是說 在這個烏賊 當牠們要準備捕食的時候呢 牠們會慢慢地慢慢地靠近獵物 接下來呢 牠們的身體會快速地收縮 收縮之後呢 造成裡面的壓力變大了 變大了之後呢 牠的壓力就會延伸出去 牠的那一雙特別的觸碗 然後讓觸碗能夠快速地彈射出去 捕捉獵物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樣的原理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展像 我們設計了這個烏賊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面前的這個烏賊 我們只要輕輕地壓著這個烏賊的 他的肺部 然後產生的壓力之後呢 牠的觸碗就會快速地彈射出去 然後打中前方的獵物 那獵物呢 可能是蝦子 可能是小魚 比如說我們現在壓在褲子的背部 輕壓 欸 牠就伸出去了 就打到了這個蝦子了 他們就利用這個方式 能夠快速地在水裡面捕食 水裡面的獵物 因為牠跟其他的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其他的腕竹啊 牠的腕竹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吸盤 但是呢這一隊特化的腕竹呢 我們稱為觸碗 就是接觸的觸 觸碗就是牠用來報接這個獵物的 那牠的這個觸碗呢 牠只有在觸碗的末端才會有吸盤 所以呢當牠瞬間快速地彈射出去之後呢 就可以用牠末端的吸盤吸住獵物 那因為牠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我們就想像牠就好像 忍者的這個忍術裡面的騎拿術 所以我們把這個展相 就把它命為 忍法的迅雷騎拿術 所以說 我們這邊又有問題了對不對 對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烏賊如何快速地捕食獵物 哇那這怎麼形容 好這個呢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了我們的特展廳的話 你就會知道 牠就是人法的迅雷騎拿術 那牠就是利用 身體裡面的這個壓力 快速地收縮之後 產生的水壓 然後把壓力傳送到的觸碗 讓觸碗快速地彈射出去 所造成的一個快速的動作 那我們的標準答案是 標準答案就是 在我們的人法裡面的迅雷騎拿術 所以聽眾朋友趕快留下 人法之迅雷騎拿術 就是我們第二題的標準答案 一樣第一個留言的 就送兩張票 那在忍者求生柱裡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你們知道 魷魚牠會滑翔嗎 大家都看過飛魚而已 對 你們一定都看過飛魚 飛魚碰到危險的時候呢 牠會用尾氣快速地擺動 沖出水面之後呢 能用尾氣繼續快速地撥動著 然後呢 瞬間張開牠的胸臍 彈出水面滑翔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水裡面的捕食者 那同樣的道理啊 當魷魚在水裡面的時候 牠碰到的捕食者 比如說像金豚的時候 牠們會為了逃避危險 牠們這個時候呢 也會盡量地 流到水的表面 然後呢 快速地 把牠們身體的膨大之後呢 讓大量的水 進到牠們身體裡面 然後瞬間快速地壓縮 壓縮產生的壓力呢 就會把這個水 從牠的漏斗噴出來 噴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一個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的 反射的力量 讓牠彈飛出這個水面 所以水從漏斗噴出來 牠就是往漏斗的後面前進 對 牠從漏斗的另外一邊前進 這個原理呢 其實就好像火箭 是啊 所以 像火箭的這個原理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那這就是 牠們噴水的時候 產生的一個推力 讓牠們彈射出水面 然後這個時候啊 牠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夫 就是牠們會把牠們身體 壓得非常的扁 比如說牠身體的那個 原本是圓管狀的 牠們變得扁的 然後牠們的觸腕 牠們的腳 會壓扁成平面狀的 這個樣子呢 可以提供牠們滑翔的力量 所以牠們碰到危險的時候呢 牠們彈射出水面之後呢 還可以經過好幾公尺的滑翔 那利用這個方式 可以逃避下面的捕食者 因為牠身體瞬間變成扁平狀 就能夠滑翔的比較遠一點 對 比較有那個浮力 是是是 滑翔的能力就增加了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說 章魚碰到危險的時候 牠會噴煙霧 所以呢 我們這邊也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煙霧的這個障眼法 也是牠們很重要的一個求生術 那這個煙霧呢 其實是牠身體裡面的一個墨囊 當牠噴水的時候呢 把墨囊裡面的墨汁 把它跟著這些水 一起從漏斗把它噴射出來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迷惑敵人 就跟忍者要落跑一樣 就會丟個 煙霧彈 砰 然後就跑了 對 牠就跑掉了 那是所有的頭竹類都會噴嗎 所有頭竹類都會 然後都是黑色的 有一些種類牠們其實在深海的 牠們噴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點像發光的物質 是像光煙霧一樣的 哇 所以呢 在黑暗的環境裡面 就會造成一個 迷眩的效果 那這樣子也可以讓牠們安全的逃脫 所以不是全部都是噴黑色的墨 對 不是全部 在我們忍者求生術裡面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牠們的極限軟骨弓 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章魚牠身上因為沒有硬殼 所以牠身體非常非常的柔軟 牠們呢 有時候為了逃避敵人 牠們會躲到岩石縫裡面 避免被鯊魚啊 其他的大魚捕食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麼狹窄的縫隙 牠們都能夠鑽得進去 牠們到底能夠鑽到多窄的範圍呢 根據研究喔 就是牠們兩個眼睛之間的 這麼狹窄的範圍 牠們都能夠傳透過去 所以牠們有非常非常特意的這個軟骨弓 所以我們就跟大自然學習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個軟骨弓 來設計了一個互動的展像 就是我們後面有一個軌道 這個軌道呢彎彎曲曲的 有地方比較寬 有個地方比較窄 我們呢在軌道的路口的地方 我們放了一個健康球 這個健康球呢就是 假設牠是一隻章魚 牠要通過這個層層的障礙 因為牠身體是很柔軟的 所以牠就必須要 我們就可以推著牠經過這個軌道 那碰到比較窄的地方 牠就要改變身體 因為牠身體非常柔軟 用擠的 對 擠的 改變形狀 然後牠就可以克服 克服這個比較狹窄的空間 能夠穿越過去 這就是我們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極限軟骨弓 讓大家感受一下 章魚是如何克服這個軌骨弓 有這樣子的障礙的 如果通過的話呢 我們也設計了一個蓋章的 闖關的章 你們也可以來這邊蓋章 所以這邊又有第三個問題 要問聽眾朋友囉 章魚如何穿過狹窄的縫隙 躲避敵骸 好 那這是在我們的 韓英人的學校裡面呢 他們哪一項特別的忍術呢 答案是 忍法的極限軟骨弓 所以聽眾朋友趕快 第一個留下人法之極限軟骨弓 就是我們的標準答案 是的 第三題的標準答案 第一個留言呢 就送兩張票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人法的暗黑幻影術 也就是說 在深海的環境裡面 同樣有一些頭竹類動物 跟一些其他的深海生物 其實呢 他們身上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本事 就是他們身體會發光 是 那身體會發光 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各位 我們在以前書裡面 有學習到 在深海裡面有一種 提燈籠的魚 提燈籠的魚 它提那個燈籠 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好像都是捕食獵物囉 對 它可以吸引小獵物 所以它可以用來捕食獵物 可是呢 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在深海的環境 有些地方它不是完全的黑暗 它是光線很暗的 在這個微光區 在微光區之下呢 他們身體的輪廓 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發現 所以 它在他的身體 腹部有很多的發光器 可以用來模擬背景 讓自己隱身在整個環境裡面 所以呢 他們的這個 生物的發光啊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把自己隱身起來 另外啊 不同的種類呢 他們身上有不同的 發光器 排列不一樣 也是他們用來作為 同種之間辨識很重要的一個信號 所以他們就是 除了捕食獵物 還有破壞自己身體的形狀 然後也有辨識 辨識種類的 對 很重要的信號 當然碰到危險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發出一些生物光 這些生物光呢 會讓它的敵人 讓它的天體迷惑 或是嚇到 然後他們可以趁機跑掉 另外呢 有一種說法 當它碰到敵人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這個生物光 它的生物光呢 會吸引敵人的敵人 所以利用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趁機跑掉 用敵人的敵人來 對 吸引敵人的敵人 把你主要的敵人吃掉 所以這是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我們在這個 暗黑幻影樹裡面呢 我們設計了一個暗示 在這個暗示裡面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發光的生物 我們進來可以感受一下 原來在深海的環境裡面呢 很多生物它們其實都會發光的 透過這個生物發光的這個環境 讓大家感受一下 深海裡面很特別的一個意象 那它們發光 是不是有規則的發光 跟不規則的發光 是的 差別在哪 有的呢 它是會很規則的 像這邊有一隻鯊魚 鯊魚呢 它其實的腹部還是會造成陰影 所以它在腹部 就會產生很多的生物的 小型的發光器 破壞自己的捷影 那這樣子呢 破壞自己的捷影呢 它就是持續的在進行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最主要就是持續的 不斷的讓自己的捷影 是被破壞掉的 那另外呢 有一些像提燈那種魚 像深海的安康魚 它上面這個釣竿 這上面的這個發光器 它就是不規則的 它可能有時候是亮的 有時候是暗的 那它明暗之間呢 它其實呢 就可以用來吸引獵物 那它也可以用來 作為它們不同種之間 溝通的一個信號 所以呢 在它們發光器裡面 有些是持續型的 有些就是 它們會交替的進行 所以這間就是 它們的暗黑幻影樹 是的 那在我們的這個 特展的這個 特展廳裡面 其實呢 各位一定有很多很多 相關的一些問題 你一定會想知道說 哇 這些騎在深海的生物 它們有這麼多特別的 這個生物的發光 那一定會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們還有沒有其他的生存之術 這些深海的生物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生存的本事呢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呢 歡迎可以來到我們博物館的主題館 裡面的這個深海展示廳 那深海展示廳裡面呢 就有些的展向呢 帶你去了解這些深海的生物 它們有很多特別的生存的本事 對 深海展示廳裡面 就有介紹很多 它們發光的秘密 對 那我們就把它們 特別的設計成博物館PLUS 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延伸的學習 歡迎來到我們的博物館PLUS 進行延伸的學習 好 那這旁邊又有一部影片 是 你看到這部影片 就是 它是一隻 很漂亮的章魚 那這個章魚呢 你可以看到它身體是黃色的 黃河色的 可是你有注意到 身上有一圈一圈藍色的 非常鮮豔的 對 這叫藍環章魚 那因為它的藍環 有時候又看起來好像爆斑 所以過去又稱為爆斑章魚 這是一種小型的章魚 而這個章魚呢 它是有毒的 它是有毒的 那這個毒性呢 就是帶來拖線 那毒性非常非常的強 它的毒性呢 跟河豚是同樣的 最毒的河豚毒 所以它只要一點點 它就可以造成一隻大象死亡 它們身上有這些毒性 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當它們在捕食的時候 它們抓到利物的時候呢 它們可以用它們嘴巴裡面的那個口氣 像鳥的嘴巴的口氣 把獵物的殼把它咬碎 那可是獵物它可能還是會掙脫啊 所以它們就把這個毒性注入到獵物身體裡面 那獵物它可能就因此而麻痹了 那接下來它們就會把它們 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 所以它體型這麼小 顏色這麼鮮豔 不怕天敵就是因為它有毒 對 因為它身上有毒的 還有它們很特別就是 因為它們身體鮮豔 它們這個藍色的黃 它有身體黃色的身體的體色 其實呢這個顏色喔 這麼鮮豔其實是有目的的 嗯 其實就好像蜜蜂 身上黑色黃色的線條 好像告訴的它的敵人 它是有毒的 這是一種警戒色 是 所以警示的敵人 不要靠近 不要招惹我 我們的圖片你可以看到 這隻豹斑章魚 它發現到有一隻螃蟹 然後它就會從後面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靠近 等到它覺得到了它的攻擊的距離之後呢 它就快速的衝過去 有過去之後呢 從背部抱住這個螃蟹 因為螃蟹的背部啊 某些地方是最脆弱的 因為如果正面的話呢 會被螃蟹的翱夾住 所以它從後面靠過去抱住它 然後呢抱住它之後呢 趕快用它的腕竹 把螃蟹制服住 避免螃蟹用它的翱去夾它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要趕快的 用它的嘴巴裡面那個口氣 從螃蟹的旁邊角落 咬出一個小小的洞 然後再把毒線注入進去 那你看注入進去之後 螃蟹就開始不太會掙脫了 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這隻章魚啊 它很擔心它的獵物 會被其他的捕食者搶走 所以它就要開始把它這個獵物呢 帶到它的家 帶到岩石縫裡面 慢慢的去享用 我們就透過這樣的影片 透過這樣的介紹 讓大家知道 原來啊 這些頭竹類動物啊 牠們還有這麼特別特別的一個生存樹 叫做絕命毒殺樹 是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 牠們的生存樹裡面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章魚身上有很多的吸盤 牠們的晚上有很多的吸盤 可是你們知道 這吸盤它到底 能夠提供的這個吸力 到底有多大呢 所以說這邊就有互動體驗區 對一個互動體驗區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根據這個計算 每一個吸盤 在北海道那個大章魚 它每個吸盤呢 它能夠提供的吸力 大概一兩百公克 可是呢 它的每一隻碗上面 就有兩百個吸盤 一個碗有兩百個吸盤 就有兩百個吸盤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它身上的 這碗上面的吸盤 再加上它的背力 其實它真正用力的時候呢 其實它可以提供 大概二十公斤以上的力量 那它有這樣子的力量 這吸盤的力量 有什麼樣作用呢 其實很重要就是 當它們要捕食獵物的時候呢 它可以僅僅把它們吸住 避免那個獵物 所以在這邊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吸星大法的遊戲 那吸星大法的遊戲 其實我們就是設計了一段 章魚的碗 這個碗上面呢 有個吸盤 那這個吸盤呢 它可以吸附住 我們在旁邊所準備的小獵物 這個獵物呢 有蝦子 有螃蟹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碗呢 把它輕輕的 把它放到這個獵物上面 把這個吸盤 放在獵物的上面 然後呢 輕輕的壓上去之後呢 我們把它抬起來 你就會感受到 這個吸盤它的力量 你會聽到一聲 啵 這個就是 吸盤所提供的這個力量 讓大家感受一下 原來這個章魚啊 這些火柱類動 它們的吸盤 其實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可以把整個獵物吸起來 這是一個互動的體驗 然後有個 像螃蟹的模型 然後它是3公斤 對 它有3公斤 有一公斤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喔 原來 利用這樣的吸盤 它們能夠吸取 多大的獵物 好 所以小朋友就是 把那一節的 竹部 吸下去 對 再把它 把它拉起來 然後這樣子可以體驗 那個吸盤的力量 那剛剛有提到說 在北海道大章魚啊 它這個碗的力量 超過20公斤的 那事實上它是 非常具有威力的 過去曾經有潛水人 他們就是去水裡面 要捕捉竹魚的時候 結果 竹魚生氣了 他生氣了之後呢 開始反撲 就開始回過頭來 就緊緊的抱住潛水者 然後呢 用它的碗 還有上面的吸盤 把潛水者的這個面鏡 把它扯下來 就造成了潛水人員的恐慌 就造成了意外的事件 是 所以可以告訴大家說 原來他們這個吸盤 還有他們碗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吸行大法 我們另外設計的就是 如果你要成功的逃脫 這個章魚的吸行大法 你就要跟它比碗力 你要比呢它 你才可以過關 所以呢 我們就設計了兩個 比碗力的這個道具 有一個比較小一點呢 比較適合 比較小的朋友 他提供的力量大概是 三公斤左右 而另外一隻比較粗壯的碗呢 它是給比較大的朋友的 那它提供的力量是 十公斤以上的 所以呢 來到這邊你可以跟著這個 章魚比碗力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看看 體驗的方式呢 就是你要讓這個碗呢 讓它拉下來 對 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夠 很輕易的把它拉下來 嗯 看起來 主持人的力量算是蠻大的喔 這個 十公斤的這個 你可以很輕鬆的就把它 搬過來了 把它搬到底 就表示我們產生 超過十公斤的力量 你就是成功的 挑戰成功 你可以成功的掙脫這個 大章魚 它的那個碗力 你就可以存活下來了 那你現在試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就是 好 我用我的左手 事實上 我覺得 它可能超過十公斤的力量 那這邊有問題囉 第四個問題 又要問聽眾朋友了 你知道 頭竹類的動物 如何讓手中的獵物 無所逃脫嗎 好的 答案 答案就是呢 在我們的 忍者學校裡面的 忍法的 悉心大法 所以 聽眾朋友趕快留下 忍法之 悉心大法 就是我們的標準答案喔 再來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互動的遊戲 就是說 頭竹類的 生存遊戲 從這個遊戲的 設計你可以看到 首先在我們面前看到的是一個大型的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生物的種類 那它們之間呢 有用虛線把它連接起來 那事實上這個遊戲呢 是要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在大自然裡面 生物之間它們不斷的會有吃與被吃的關係 就是會有捕食者 然後呢 在很多的食物呢 就藉由這個吃與被吃的關係 就是造成能量的轉換 能量的傳遞 那很多的生物呢 它死掉之後呢 在大自然裡面呢 它可能需要清除者 清潔者 就是說大自然的青刀夫 就把它移住掉 這樣的話 這些能量才能夠不斷的在生態系裡面傳遞 這個生態系才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說 你可不可以去建立它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先找一個標準物 從一個目標物開始 對 我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看 海藻到底它可以被誰吃呢 那你就用手指按著海藻 然後滑到 看看它到底被誰吃 還是被 豆仔魚呢 還是被利羅 還是被海蟑螂 喔好 可以 你聽到這個聲音 從虛線變實線 表示說這樣的關係是成立的 那你也可以再試試看說 那海藻被豆仔魚吃 那豆仔魚被誰吃呢 應該就是又比它大一點的海曼吧 好 試試看 非常好 這個關係又是建立的 那豆仔魚除了被海曼吃 它還有可能被其他的動物吃嗎 不是從這邊繼續連嗎 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那海曼是不是繼續連 會被章魚吃呢 喔喔 聽到這個聲音表示說 章魚不會吃海曼 章魚不會吃海曼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想 那 海曼會不會吃 章魚呢 喔 反過來試試看 欸 喔 是的 海曼是章魚的天敵 好 那我們再看看 那章魚呢 它會被海曼吃 那章魚它又可以吃哪些生物呢 章魚應該也會縮子蟹 這樣子的話就是章魚被縮子蟹吃了 喔 那縮子蟹如果換個角度呢 縮子蟹是不是章魚的食物呢 就是我們要把吃的送進去獵物 才是標準的方向 所以縮子蟹滑向章魚就是對的 對 沒錯 總共能只要連五個 五條線 成功的話就闖關成功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我們來看看 好 那我們剛剛 縮子蟹可以被章魚吃嗎 對不對 那縮子蟹跟海蟑螂 它們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如何 一定是海蟑螂比較小被吃啦 所以把它送進去縮子蟹 欸 為什麼是失敗的聲音呢 那我換個角度呢 讓縮子蟹被海蟑螂吃 欸 哇 原來海蟑螂這麼小可以吃縮子蟹 對 為什麼海蟑螂可以吃縮子蟹呢 嗯 各位來想想看 縮子蟹死掉之後被海蟑螂吃 蝦虎死掉之後被海蟑螂吃 鬥仔魚死掉之後被海蟑螂吃 鰻魚死掉之後還是被海蟑螂吃 章魚死掉之後也是被海蟑螂吃 原來海蟑螂在我們生態系裡面 它扮演的是青稻福 喔 什麼動物死掉它都吃 對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這個互動方式去建構這個食物鏈 食物網的關係 所以這邊只要兩個方向試試看 就可以搞清楚誰被誰吃了 是的 我們要用這個方式讓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這個吃與被吃的一個關係 接下來我們到了這個人法的變身隱身術 變身隱身術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展像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在我們的展板上面 有一支被放大的鎖管 放大的小卷 那這個螢幕你可以看到在鎖管小卷的表面 有很多色素細胞 不斷的收縮擴張 收縮擴張不斷的變化 原來這是一支新鮮的鎖管 新鮮鎖管 它身上的色素包呢 還具有活性的 所以它會不斷地變化 那你可以看到它們的 不斷地變化的時候呢 可以讓鎖管改變它的顏色 那就是说我们这边要特别介绍 就是说很多的投猪类动物 它们身上很多的色素包 它们可以借由色素包的这个变化 来改变它们颜色 可以让它们隐藏在环境里面 就像旁边的这个荧幕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海底 在海藻丛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 你发现到原来它是一只章鱼 躲在海藻丛里面 那章鱼就是利用身上的色素包 改变颜色完全模拟了这样的环境 所以它们先用视觉去看环境的颜色 它会看到环境的颜色 可是呢章鱼它们都是属于 它们不会看到彩色的色彩 它们看到的其实是颜色的反差 可是它们却能够很巧妙的改变自己的颜色 然后就符合环境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得了的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它们看不到彩色 可是它们身体却能够变成环境的颜色 是的 对这很神奇 太奇妙 很奇妙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 它们可以让自己好像就隐身在环境里面 好像它们有了隐身素一样 那除了章鱼用身体的颜色改变 去模拟这个背景之外呢 有一种叫做斑马章鱼 表示它是黑白相见 对黑白相见 它甚至是改变身体的形状 比如说这一只 它改变了形状之后呢 诶你想想看它会像谁呢 那我们用一个鲜板的设计 你就可以发现到 原来它是在模拟笔木鱼啊 好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一只斑马章鱼 它到底模拟谁呢 看起来 海星吗 有点像海星对不对 对 比如说它在模拟羊岁族 那或者是它其实在模拟的是狮子鱼 狮子鱼它其实是有毒的 而羊岁族呢它是不好吃的 它要试着让自己变成不好吃的 或者有毒的生物 那就像这一只 斑马章鱼 它其实在模拟海蛇 有毒的海蛇 所以呢 它们除了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 让自己隐藏起来之外 它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 那这就是它们很特别的 变身的翼龙素 跟它们的隐身素 好 那根据这样子呢 我们认识它们之后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隐身斗篷的游戏 那透过这游戏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如何让自己隐身在海洋里面 那首先呢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前面有一个大型的荧幕 那我们会邀请参观者呢 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荧幕里面 我们好像在海里面 跟着鱼群不断地在这边游泳的 你可以看到鱼群 从你身边游来游去的 你也可以在水里面 模拟鱼的游泳的形状 就是当我们还没有配备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陷在海底 我们是在海里面的 我们可以跟鱼一起游泳 你可以模仿鱼游泳的样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再继续走 游着游着 哇 突然之间 有只大鲨鱼就冲出来了 那因为在海里面 有很多的捕食者 那你很容易的 很轻易的就被这些捕食者 发现就被吃掉了 所以呢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给大家 一件很特别的宝物 这个宝物呢 就是像哈利波特的隐身斗篷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 当我们披上了我们隐身斗篷 来 请再往前再走一点 披上隐身斗篷之后呢 你就会轻易的隐身在海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你身上其他部位都隐身起来了 那你的脚可能还有露出一点点 你就可以慢慢的 也许是屈身 慢慢的蹲下来 只留下来身体一部分 这个时候 慢慢的慢慢 往我们的闯关的终点走过去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 可以看我节目粉丝业的照片 我现在只有一个头露出来 跟下面的脚没有折到 慢慢的往那边 方向走过去 往中一点走过去 你可以看到 啊 结果大鲨鱼还是发现到 因为你露出来的部位 还是太多了 所以你要再蹲下来 再少一点 对 好 慢慢的走过去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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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很好 你现在露出来 只有一点点而已 所以鲨鱼看不到 你就过来闯关成功了 非常好 啊 就差一点 就才最后一步的时候呢 你的脚露出来了 被大白鲨发现到了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如果想要 披上这个隐身斗篷 这个宝物的话呢 欢迎你来这个特展厅 体验一下我们的隐身斗篷 所以穿了隐身斗篷 就可以完全融入了 海底的背景当中 不会被发现 好 这是一个 一片的投射荧幕啊 所以听众朋友来了之后呢 自己走走看 体验看看 如果你没有穿斗篷的话 你其实整个人 就是在海底里面 那穿了隐身斗篷之后 你就会隐身起来 是的 然后鲨鱼就不会发现 就不会咬你 那如果你没有穿鲨鱼 就会跳出来咬你 我们就透过这样子 有趣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呢 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原来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 让自己隐身起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很特别的 忍者的生存术 好 最后 第五题 也是最后两张票了 如果你再不赶快留言 就没有了 第五题的答案是 你知道 头竹类动物 如何改变身体的颜色 有什么作用吗 来 好 答案就是我们 人法的变身隐身素 标准答案是 人法之变身隐身素 赶快留下这几个字 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就会送你两张票 最后呢 我们要介绍 头竹类跟人类的关系 那其实呢 很多的头竹类动物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海鲜产品 所以我们会发展 不同的鱼道的方式 比如说在台湾的东北部 我们有很特别的锁管叶 就是我们会捕捉锁管 用灯光去吸引它们 因为这些锁管 跟很多的鱼类 它们都有趋光性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 用灯光可以吸引它们 再用网子把它们捕捉起来 对 基隆常常在办夜调锁管 那锁管为什么它的量这么丰富 好的 锁管呢 我们说它的量这么丰富呢 就是它有一些特质 就是锁管呢 它的体型其实不是很大 成长速度很快 而且呢 它们生活史本来就很短 一般锁管大概都是一年左右的寿命 那它们产量很大 所以它们资源恢复得很快 所以它是一个资源量丰富 然后资源恢复很快 生活史很短 这些特征的一些资源 所以它可以变成观光剂 这样子来运用 不会去影响它的产量 对 那再加上它的鱼法 它的鱼法是不会破坏海底的 海底的气体环境 所以呢 它是比较永虚一点的 那所以呢 我们会认为 目前在台湾 因为鱼业资源枯竭 鱼越来越少了 可是锁管呢 它们有这样的特征 所以它们数量很丰富 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 能够尽量的利用这个锁管的资源 好那另外呢 就是图竹类动物呢 它们也提供我们在研究上面很重要的材料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鹦鹉螺号的浮力实验 那这鹦鹉螺号浮力实验呢 就是 鹦鹉螺它是一个活化石 可是呢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 鹦鹉螺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展示墙上面呢 有一个鹦鹉螺的切面 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 一格一格的气势 那事实上呢 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空气 那鹦鹉螺呢 它就藉由调整这样的空气 可以让它下沉 或者上浮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互动的游戏 叫做鹦鹉螺号浮力实验 空气多的时候 它就会浮上来 对 就是说 当我们 藉由这个互动的展向 我们用这个 帮普把空气 打进去这个鹦鹉螺 这个浮力实验 的这个教材里面 道具里面呢 你发现到 它的气体变多了 它的浮力增加了 它就上升了 是 然后呢 当它气体变少的时候呢 它的浮力变小 它就要下沉了 那事实上啊 鹦鹉螺 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在海里面 宰伏宰撑 所以它想沉下去 它就把空气排出 对 它就把空气体积变小 好 那它需要浮上来的时候 把空气的体积变大 所以靠着这个控制 它的 身体里面的 空气的量 来调节它的浮力 那鹦鹉螺 因为它是深海的生物 它平常气息的环境 大概三四百公尺左右 甚至它可以到八百公尺 甚至到一千公尺 可是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它常常都会 到比较浅的浅海 所以呢 它就是 晚上白天 都要在浅海跟深海之间 来回的游泳 所以它们就靠着这样的方式 来控制它的浮力 那方便它 用很省力的方式 上升或下沉 所以最后 是不是帮我们补充一下 这次办这个特展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让观众 能够正确的了解投足类 好的 其实我们办这个展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 因为投足类是我们生活中 很常碰到的一个食材 可是我们对它了解 却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希望 藉由这样的一个特展 让大家能够认识它们 你可以很清楚地 辨识不同的种类 你可以了解到它们 很多相关有趣的一些知识 那也知道它们的资源量 好 那也鼓励大家 能够去重视这样的资源 谢谢大家